阿土的玩具世界 森林里新出生了一只网龙宝宝 在妈妈的呵护下 网龙宝宝一天一天长大了 阿土的玩具世界 森林里新出生了一只网龙宝宝 在妈妈的呵护下 网龙宝宝一天一天长大了 一天他走在森林里 遇到正在玩耍的三角龙 和他的小伙伴们 快看啊 我们的长脖子来了 大家纷纷回头 看着网龙宝宝的长脖子 和哈哈大笑 网龙宝宝难过地跑走了 跑了几步 他忍不住呼出了声 就因为 很快 他的脖子就被遮得 就只能看见树叶了 他抬着头悠闲地走在森林里 遇到了一群小伙伴 他们一看 这遮得严严实实脖子的 不就是网龙宝宝吗 哈哈哈哈 大家看 我们的长脖子就在树叶了 大伙听了 也都哈哈大笑 网龙宝宝很沮丧 他赶紧抖了抖身上的落叶 跑了回家 从那以后 他小心翼翼地走在森林里 左看看 右看看 只要看到 或是听到其他恐龙的声音 就会连蛮躲起来 直到他们离开 才出现 只要不被大家看见 我就不会被嘲笑了 嘿 一只假龙从森林深处走了出来 你好啊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 于是 网龙宝宝就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他 我也被嘲笑过 因为我矮 背上又长满了刺 总是被嘲笑 后来我发现 原来我的背很坚硬 我可以保护大家的 所以有时候你的弱点 也许就是你的优点 只是你还没有发现而已 网龙宝宝点点头 是呀 我尝尝了脖子 可以吃到很高的嫩叶 它也是我的优点呢 所以不要难过 加油 说完它就离开了 这时网龙妈妈走了过来 宝贝 原来你在这儿 妈妈 被别人嘲笑长脖子的滋味 真是不好受 但是我知道 我有自己的优点 不过 为什么大家总是嘲笑我呢 那是因为 他们发现你和他们不一样 他们很好奇 这都不是你的错宝贝 你很可爱 也很聪明 真的吗 妈妈 当然了 我的宝贝 网龙宝宝听了 开心地和妈妈回家了 从那以后 网龙宝宝遇到嘲笑 不再像以前一样烦恼了 它学会让自己放松 有的恐龙宝宝很快就觉得无聊了 有的觉得它很有趣 有的还很惊讶 它原来可以吃到那么高的树叶 慢慢的 大家再也不嘲笑它了 它的朋友越来越多 就这样 它慢慢转为自信 在以后的日子里 它一直过得很快乐 小朋友们 如果你的周围 有一个和自己不太一样的人 你会怎么做呢 收拾微信公司号 阿土的文积世界 我扫描 以下二维码 获取更多类碌 为什统 我扫描